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T 最近外交也失分 本來外交對美國總統來講應該很好辦 世界第一強國外交的話 說實話別人都是敬你三分 如果再失分的話那怪不得別人 你經濟搞不好 你就已經註定會被僱人怨了 那外交你本來說讓他覺得不錯啊 你還是讓我們美國在外面 感覺上很受人家尊敬 那種心理的安慰 還是可以讓他得到一些民眾的同情票 結果他這個外交又搞得 搞得讓美國這個顏面盡私 不曉得他在搞什麼 那就今天就搞成這樣了 那該決也不決 那很多事情他也不敢講 今天我看聽一個新聞講到拜登 人家問他說 聽說那個裴洛西要來 要到台灣訪問 你怎麼看法 我看那個報道說 他說這會讓我們國防部的官員 會覺得很不高興 這什麼回答 這叫你總統是這樣回答的嗎 還是推給國防部 當總統還要推來推去 那個真的就變成 沒有總統的樣子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他已經 背公舍引了 什麼事情 能躲就躲能閃就閃 滑頭罐了 到最後還是被人家看穿手腳 現在他就被看穿手腳 很沒救了 因為我們在觀察拜登 發現他一個議題真的可以搞很久 比如說剛才大使有提到說 要決不決 那他最近又說 10天內可能會有一個習拜會 習近平跟拜登再次來線上的見面 那裡面又要說要決定這個中美關稅問題 可是我們上個月也在談中美關稅要降 上上個月也在談中美關稅要降 至少談了一兩個月以上 他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決定要不要降 到底他到底想幹嘛 不懂啊 大陸大陸事實上 這個貿易前半年同比增加10% 對美貿易 那貿易順差也在增加 那意思就是說 你川普留下來的關稅沒有效果 對 那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拜登他手上捂的這支大刀的話 在別人看起來是很尷尬的 川普用的時候很多很多這些 包括他國務卿啊 國安顧問啊 揮秀而去 或者說跟他意見不一致 連他國防部長 或者是川普把人家趕走 或者人家自己佛秀而去的 那表示這些他用的這些還算是大臣 那這些現在川普身邊的 你看這些人只能說是跟班 自大國如小仙啊 基本上是什麼樣如小仙 能成巧將衝刺你身邊 你才能夠高枕無憂啊 你都搞一些 你覺得好 其實他能力有限的人在身邊 所以就變成 拜登今天搞成這副德性 自己要負責 用人沒有世人之名 用人也不行 本身的那個性格上 猶豫啊 甚至啊 狡猾啊 這些都不足以做大國領袖 也大國領袖就是說 不太講話 一講話就是 一錘定音 嗯 他天天天講半天都沒有定音 然後呢 被人家拿出來 拿出來修理的事情那麼多 嗯 我是覺得拜登 在美國的總統裡面啊 能力如此之差的真的不多 而且用的這些啊 大臣 大臣 重臣裡面啊 都是性敬之徒啊 宁臣嗎 也不見得宁 就是性敬 他就是說啊 不能得其位者 都均得其位 嗯 這是一種 美國的這些 德才不服 德才不服 那所以就變成 拜登自己很累 也沒有人規勸 也沒有好的真言 也沒有好的建議 就讓他這個 你看啊 通膨一物再物 對 對不對 然後疫情 一事無成 嗯 外交節節敗退 那你說 他的民調怎麼高呢 高不起來 你還不如就跟川普一樣啊 我就是利益第一啊 嗯 川普多厲害 我都不演啊 他在四年之內 發覺台灣有錢 均售11次 嗯 一共賣了200億美金 嚇死了 他看台灣就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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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有錢啊 小金庫 對啊 那這個錢又好賺 送什麼給他都敢 都叩頭謝恩 哈哈哈哈 11次均售 嗯 賣了200億 哇老天啊 創紀錄啊 11次均售賣200億 等於 美金喔 就6000億台幣喔 太驚人了 太驚人了 你看 你看拜登 他這樣好 嘴巴講那麼好 現在賣給台灣的軍售 第一筆7.5億 那個還是川普時代核准的 對 所以到他時候錢 那個第一筆不算 後面的四筆 平均1億美金 嗯 全部是什麼 後勤補給 裝備零件補給 跟那個訓練 維修保養 各賣了一次 兩次賣給這個愛國者飛彈 一次給你的這個海軍 一次給你陸軍 就是如此而已啊 嗯 他哪像川普那麼大開大核 說哇 台灣現在啊 這個民進黨啊 哇不惜工本的 什麼都要 哇 就準備跟大陸一決雌雄的樣子 大陸人家一年的軍費是嗎 兩千一百多億美金 那就給他一個百分之十分之一好了 是 給你兩百億嘛 反正你也不挑 要什麼 要什麼 你給什麼要什麼 對不對 反正大懶炒 哇 反正就是這樣 搞到你看 所以拜登不討好啦 拜登實在不討好 扭扭捏捏 可是大使就對比起來 都是民主黨的總統 奧巴馬跟他都是 都是國會議員出身的 怎麼會差那麼多 我覺得先天條件啊 先天本身的才能 奧巴馬事實上 他是有 決定聰明 決定聰明 嗯 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秀 嘴巴也會講 然後你看他一個第一個黑人總統啊 他很他自己的分寸拿捏得很好 嗯 然後他有他的理念 他理念也不太輕於世人 因為他小時候他是 他不是一個所謂的美國的主流種族的人嘛 對 所以他是從一個弱勢族群看美國 嗯 那他又有跟著他媽媽又住過亞洲 他自己父親是 是這肯亞人 對 他會從不同的民族來看美國 看這個世界啊 多元角度看這個世界 所以他其實他帶著美國的外交 是希望美國變成好 融入這個國際社會 嗯 而不是在這個國際社會啊 對那個這個之外 對這個國際社會指指點點 嗯 所以其實奧巴馬的那個時候的外交 其實他是有他的分寸 那你說現在這個拜登 你已經被融入這個世界了 而且你已經沒有辦法去抵抗這個啊 整個的全球化的秩序 對 新的世界秩序 因為這個全球化意思就大家都有分 嗯 你說二次大戰之後的這個國際秩序是美國奠定 沒錯 可是現在的國際秩序 是所有國際社會成員 大家一起奠定的 你美國只是one of them 其中的之一 你不是在二次大戰剛結束的美國 可是拜登的現在做法 認為他是二次大戰剛結束的時候 美國 我現在要重新來恢復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那那個秩序跟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秩序來講 是相互敵 所以人家就是說 你在幹嘛 你在反 你在反國際 反全球化 嗯 你今天全球化是地球只有一個 大家都一家人 對不對 對 你現在要搞什麼 叫friend offshoring 就shoring 意思就是說 小圈圈 小圈圈 我們這個朋友圈啊 自搞一圈 嗯 我們不跟人家貿易 我不賣東西給他 我也不買他的東西 就是他們現在 那個夜輪上一次 去這個 去跑了一圈到處兜售的 就這個 那基本上這行的通嗎 行不通啊 美國自己的自己的國內的工業 他都不願意這樣做 是 對不對 你今天你不跟人家做生意 你這個不賣那個不賣 就搞貿易壁壘 你賣給誰啊 他對現實認知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覺得他活在21世紀 20年代 20世紀 21世紀 21世紀 20年代 他活在這個年代 對 他的思維停留在20世紀的80年代 哦 那就解答了 這很有問題 因為80年代是美國最繁複 最繁榮的時代 對 那個40年前了 他整個思維落伍了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種 啊 思維來接觸這個世界 哈 到處都跟他講說 比如說 李賢 他說我們不要選邊 選邊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把這個世界再搞成兩極化 我們不歡迎 印度都不選邊了 印度去跟英國歐洲人講說 你們不要以你們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 你們的事就是全世界的事 沒這回事 那這次拜登去中東 中東人講說 我們沒有必要搞這種對立 我們跟中國 對我們跟中國的關係非常重要 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嗯 對不對 我們沒有必要認為 要把這個世界分成兩塊 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的教官跟我講這句話 他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為什麼有這個轉變 你們知道答案是什麼 我們那時候什麼 我們那時候我也懶得看書 每天懵懵懂懂的 哎這個講的故事要去 最後 教官講 下面寫四個字 冰髓降轉 哦 什麼叫冰髓降轉 嗯 就是啊 一群獅子啊 如果用一個兔子去領導的話 獅子全部變成兔子 一群兔子 如果是一個獅子去領導的話 兔子全部變成獅子 所以就冰髓降轉 就美國有這麼 美國是天下之人才及大成者 嗯 美國各方面人才都是頂尖的 才有今天的美國 可是抱歉 他們今天有個兔子 被驅化了 人才也變成庸才啊 川普啊 這個人會當上美國 美國總統啊 然後他在任內表現不錯 如果沒有新冠的話 他老兄現在還是總統 哎真的 我跟你講 我以前那時候正好在美國 嗯 我很喜歡看 我不太看美國電視 我只要聽聽新聞啊 有個節目我每期必看 哦 那個節目 那時候川普最紅的時候 哦 那叫apprentice apprentice apprentice的英文意思就是實習生 他是一個節目 川普做主持人 找一大堆人來 就他最紅的那一檔石禁秀 那個石禁秀 那個就是說 他叫幾個人最後淘汰 然後最後呢 要用這個人 還是不用這個人 最後兩三個最後決定 川普啊 他是這個CEO嘛 他決定 you are fired you are hired 我最喜歡聽他講 說你為什麼被fire 為什麼hire你 由他最後做 這個叫justification 就是說我的合理話說明是什麼 嗯 講完以後 每一次講完以後 太厲害了 這個腦袋瓜不一樣 做過老闆的 他做老闆今天fire你 你被fire的人啊 無話可說 心服口服 你被用到他說 真的知人善人 知我者 莫報索亞亞 他就有這種功力喔 所以拜登是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所謂的這個 一帆風順 川普的事業是這樣 不不不不 他五次破產 對 創造了他的個人的王國 最後用他的名聲 搞了一個搞到美國總統 你去紐約看川普大樓 美國人是以朝聖心情去去看川普大樓 繞一圈 然後去裡面買一個領帶 川普領帶 川普袖口 我以前都去過了 我講一個小小的歷史典故 那個三國時代孫全嘛 我們都只記得孫子當生孫仲某 那看起來他很厲害 可是三國後來孫全就是一個最沒有進取的帝王 他說孫全他其實老實講 三國的主角應該是東吳跟曹魏 因為他國力夠強 天下九州 這個蜀國得一州只有一個益州 那你這個東吳得三州 那剩下的當然是曹魏的 但是你其實蜀國應該是助攻 你是助攻 可是你看這個周瑜跟魯術走了之後 後面的陸遜 然後還有呂蒙這些大都督 其實性格都跟孫全很像 就保盡安民這樣就好 所以你剛才講那個冰水降轉那是真的 這些都是睿智的人 但是問題是你皇帝本身沒有要進取的話 他再怎麼聰明 他的氣度就到那裡 他頂多就只能自首而已 這就是 不過也要怪諸葛亮太會說服孫全 諸葛亮說孫全那個最精彩 那個三國演義 諸葛亮說服孫全 他據孫全只講一句話 他說我來了你們 來了你們東吳以後 接觸你們上下群城都主張降朝 他說只有魯術一個人不贊成 那我告訴你魯術是對的 為什麼你的下面人都有降朝 他說這個你如果降朝以後 全東吳百官都官居原位 然後照樣死鳳鹿 甚至還有升遷之未來 只有全東吳只有你孫全一人官將一等 而且搞不好還有殺生之禍 那孫全一聽 好 跟那個小小的劉備合作 對 當時這個跟劉備合作很經典 用了一個能成諸葛亮 就可以扭轉大局 那拜登自己不行對不對 又沒能成 又沒能成 他還不是劉備 他是流產 人家流產至少還能保禁安民 對不對 他現在連保禁都做不到 因為他現在美國通膨都炸了 對 那個決定一個關稅 我的天啊 真的是脫了又脫了 其實講白了 就算被共和黨罵又怎麼樣 對 通膨只要降下來 對 共和黨罵你也沒用 你反而可以活外指責共和黨 你們這些就是什麼樣 你們就是真正拖累美國的 你們就是怎樣 你們就是不想讓美國好 林貴的自己的選舉 寧願通膨繼續搞 你們對得起美國老百姓 就反過來指責 共和黨反而怎樣 那個什麼 就啞巴吃黃臉啊 對啊 他就講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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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nych靡 你 有沒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